112年第三次全国青少年继少年软式网球排名赛 10号的上午在凤林国小大礼堂举办了开幕式 而这一次的赛事参赛选手 有来自全国各县市的400多人参赛 凤林镇长林建平以及软网协会的理事长 都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软式网球的活动 也能够带动在地的观光旅游的风气 凤林镇的软式网球近几年在花林县政府体育会 凤林镇公所以及网球协会的推广之下 当地许多学校也热烈参与软式网球运动的推广 10号上午在凤林国小大礼堂举行了开幕式 镇长林建平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先议员林平洋服务处直营长张怀文 网球协会理事长等贵宾都热烈出席 欣赏这一场全国青少年男女软式网球排名精英赛的精彩赛事 其实我们资源相当的有限 但是你看到一群热爱网球 在奉献我们软网 提倡的软网 你看到他们所想的所做的 是怎么样在这个单向运动协会里面 让他发展得更顺畅 让他能够在基层的小学生的便宜 能够有一条不同意 学业之类的一种 喜喜喜得 让我们奉献很幸运 我们有各级学校的校长相当的忧心 有我们劳劳协会所有的理性事 所有的球员 所有的教练 都能够义务的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说这几年 我们过名中的成绩 在全国 还算的是一号人物 我听几个位校长讲说 很多同学啊 都是因为加入软网队 他是一种光荣的象征 所以大家都记得要去参加这个软网队 所以这样子的成绩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我也代表我们软网球协会 特别感谢我们奉献 这样子所有的学校 以及长官的政长也好 或是荣卫这样子全力的支持 让他们这边的能够花芽 这样子也去做一个 而且啦 在全州议里面 也曾经南风冠军 我想各位同学看看 他们拿了全州议冠军了以后 回到凤陵镇 还要道街 还有游街 游街完了以后 每一个商店里面都会放鞭炮 来欢迎鼓励他们继续选手 我想这种感受是 在其他地方感受得不到的 所以我想往往这个运动 在凤陵这边 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运动 所以代表我们协会感谢他们决定的支持 凤陵镇全国青少年软式网球 已迈入第三届 同时也带动全政国中小学 积极推动软式网球 在体育署以及花莲县政府补助之下 崭新的球场成为了培育在地网球好手的摇篮 也期盼花莲的选手可以在故乡球场上 发光发热 记者凌杰风铃震裁判报道 这边已经成为了奖刀 稍微放弃 好 好 我没有力量